那我们在港货把握时间回答问题 有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了 他回答这个问题是用录音的方式录给我们的 在我们的这个三宝店24小时的电话 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位听众的留言 请说 你好1300电台 我是Joanne 我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就是我们从超市买来的米呢 为什么它都是长虫 到家不久以后就长虫 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 或者能告诉我们什么方法能储存 买回来的一袋米 怎么样保存才能不长虫 谢谢 哇 这个米一买回来就长虫 所以明明感觉很新鲜 结果怎么放在家里 没几天就有小虫跑出来 这其实是还蛮讨人厌的 像这样的问题 我以前在当留学生的时候 吃了好多已经有长出小虫的这个米 然后以为洗干净以后再煮 结果那个米的口感 然后这个一咬就碎 心理作用已经觉得很恶心了 但吃下去也觉得好像很没营养 那像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美国生活情报局 小编吉祥先生 哈喽吉祥你好 是小编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的确是米生虫之后呢 那个米的口感就不好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虫子呢 会在米的内部 把这个米内部 注空 然后这个米其实就变脆 然后它的营养物质也都没了 大家其实在平时在米中看到的虫呢 叫做骨牛因为它长得一样就像一只牛 但是呢又叫橡皮虫 它的鼻子也有点长 这种虫子呢其实就除了恶心点以外呢 它没有什么坏蔬菜 不会什么传播疾病啊 不会吗你确定 因为我真的想说以前学长学姐 都会跟我们讲说你就一起煮掉啊 就当做是加菜增加蛋白质 是的 它的咬呢就是说 骨牛呢已经是成虫了 它的幼虫呢其实是一粒粒白色的 很像这个我们平时看到的蛆 但是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坏处的 它也不是脏的这种很脏的虫子 因为它是在米里生长的 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大米啊其实很干燥 但是如果说我们放了很久 然后会受潮的话呢 这些即使已经附着在大米上的虫卵 就会长出这个小虫子来 其实第一个建议呢就是 大家一次千万不要买那么多的米 小包装 囤积了很多的米在家里 其实没有必要 我们一呢就是吃多少就买多少 没有必要囤积那么多 第二呢就是储存的环境呢 是要适当的干燥 要干燥这样比较好 如果大家买回来这个米 比如说什么五十磅一袋很大的话呢 您可以买一个米桶放在家里 然后呢想储存的话呢 就可以放一小节的海带 海带插到这个米里 因为海带呢具有稀释的效果 所以说就不会让这个米发潮 这个是储存的方法 但如果说已经生了虫怎么办呢 如果说生的虫不多的话 那就只好扔掉了 如果说还很多 一带着米然后没吃两顿就生虫了 可以拿出去晒一晒 为什么要晒呢 晒是因为这个虫子呢 很喜欢氧气 我们把米在外面晒的话呢 就会出来吸收这个氧气 然后看到这个虫子就比较容易的除掉 但是这个建议还是说 如果怕心里觉得真的是长虫啊 然后那个虫子的 然后圆滚滚肉肉的 就白白的不喜欢的话 剩一点点米就还是把它丢掉好了 真的 丢掉之后呢 一定要记得清洁自己存米的环境 可以用吸尺剂啊 然后用那个抹布啊 把这个储存米的环境稍微擦一下 因为否则的话 你可能新米买回来 它还是会有虫软附着在那附近 还是会生虫 是这样 真的 我觉得吃这个长虫的米 真的心理负担太大 我自己啦 我是真的就 这逼不得已吃的话 我也是 就心里很不舒服 然后晚上会睡不太好 所以像这样的米哦 因为米其实也不是什么高单价的东西 但我们又想爱惜物资 你知道 尤其像我们的爸爸妈妈 战后婴儿朝才出生的人 他们都会很珍惜 这样每一颗米 每一条面的 所以像这样 如果真的是不吃它的话 我们干脆就把它当作肥料嘛 我们帮它放在园艺下面 然后当作肥料 当作这个以后可以让我们的花花草草也吃的 这样也许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刚才我们吉祥的这个建议哦 里面放海带 我是真的第一次听到 海带我们是放那种干的海带嘛 因为它会吸收湿气是不是 是的 要放干的海带 因为它会吸收这个米的里面的湿 哦 好的 太好了 或者说 也可以放一些花椒在里面 它也会有一个除湿的效果 但是 花椒可能会把那个米染出这个花椒的味道 所以说 基本上放海带 哦 是比较好的办法 太好了 谢谢我们吉祥 其实花椒也是挺香的哦 我以前还听过人家说放冷冻库 所有的虫卵都会冰 冰死 然后这样子这样煮出来的话 就不会变成成虫之类的 反正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哦 再次感谢我们的美国生活情报局 我们的吉祥先生 谢谢